欢迎来到KK音乐 等很多有实力的作品 他同样也参与了冯小刚的这部老炮 不得不说冯小刚这部电影取得了很高的口碑 也拿了奖就是可能风水不好演员是不停的出事 不过张一山的他房指示留言还没有证据 近日有消息说某位明星要他房还是童星出身 谣传他出轨 调娼 吸毒 说他的作品已经被央视下架 随着谣言越传越厉害张一山方开始发布声明 说针对不实言论保持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可是网友和粉丝对这个声明却还是充满怀疑 为什么大家现在对明星声明不感冒了呢 觉得发了声明也不能代表他清白呢 都是李一峰闹的 李一峰前脚发声明后脚被通报 打脸太快 让网友们不敢再相信明星们的声明了 评论区也是一片的质疑声 只能说李一峰把明星的可信度屑屑的太严重了 不过从目前的证据来看张一山还没有他房的痕迹 娱乐圈的消息其实很快 如果张一山有了要他房的痕迹 很多导演节目肯定已经不敢用了 李一峰就是很长时间没有出来活动 大家都知道他要他了 而张一山还在工作 电影频道还在宣传他的新作品 更重要的是平安北京力挺张一山 那就证明张一山没有在他们那里有记录 张一山作为一个90后要说林飞闻也是不可能 他曾被拍到和有人在一起上下起手摸男友人 还被爆料说在和宋颜飞相恋期间劈腿 这些确实是一些黑料 可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难免会有做得过火的时候 只要是没有违法乱纪 没有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只能说私生活风气不好 张一山科班出身用自己的实力从童星转正实力男演员 他性格放荡不羁又爱搞怪 人没有十全十美的 演员也一样 很快消息就发酵起来 网传张一山被抓的词条直接冲上了热搜 网友们查看张一山的账号 发现他在事件爆发之后 几次登陆又退出 想来这个消息 他应该也是看到了的 他本人账号以及的工作室在消息出来之后 迟迟不发声明辟谣 这样让不少网友们开始担心起来 难道是心虚了 这个消息是真的 所以才不敢出来辟谣吗 毕竟这个辟谣声明可不能随便发的 上一个发声明的李某峰已经被官方垂死了 接住 还有网友站出来抱怨说 这些艺人不好好做人 导致他接到通知把拍好的综艺 张一山的镜头都删除掉 这似乎更加证实了 张一山吸毒被抓的消息是真的 让网友们担心了好一阵 张一山工作室总算是出来发了声明 针对网络上传出的有重量级大瓜 作品即将下架 吸毒 嫖娼等不实言论 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做出严正声明 这则声明中首先向粉丝们保平安 张一山目前一切演艺工作都在正常开展中 不用担心 接住 告知传播不实言论的行为是侵犯个人名誉权 已经对相关证据采取了保全措施 最后希望停止传播不实资讯 切勿转发 及时删除 否则将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来维护张一山的合法权益 原本发出声明了 应该就会让人放下心来 但是某些劣迹明星的滥用声明 使得现在明星们的严正声明 律师函之类的 越来越没有公信力 所以当张一山工作室声明发出来之后 网友们还是不太确信 所以就跑到了官方媒体下询问情况 以为网友在平安北京官方媒体账号下评论道 都散了吧 有着闲心 还不如关心下家里老人别被骗了 而在这条评论下 平安北京回复道 说得对 到目前为止 张一山的影视作品以及综艺并没有下架 也没有官方媒体出来发声名垂塌 再加上平安北京的回复 也从侧面说明张一山是被冤枉的 这下 总算让网友们放下心了 陪伴了一整个童年的家 有儿女总算是保住了 还有些杨子的粉丝 幽默地表示总算放心了 杨子的电视剧真没几部了 说起来杨子 真的实惨 香蜜因为某轮偷税漏税 轻灾行则因为某凡聚采缝机了 而轻人质则因为李某风选飞 白蛇传说也因为某些信仰问题下架 有很多网友觉得艺人犯错是他个人的问题 为什么作品也要被牵扯到呢 每次艺人出事 作品都会被下架 不仅是他自己的努力白费 还连累了其他的工作人员 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也是有原因的 观众们总是很难分清楚角色和现实 很多人会觉得剧中的人设就是他本人 就比如说童年阴影冯远征 他演一个家暴者 演绎太过成功 导致很多人觉得他本人在家庭中就是这样的 而当年轰动一时的杨丽娟追星刘德华 他的父亲为他卖访 最终自杀想让女儿回头 如果劣迹艺人的作品不下架 那么难保一些分不清角色和真人区别的观众 带着这些角色的滤镜再去看这些劣迹艺人 会对罪恶更加包容 这是很不可取的 当然 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 你认为对吗 你看看这些杨并不可取的 他说一本我喜欢这种需要的 我们要的海底下 这些杨并不可取的 那么热培艺人 他就比较好 你人就在别人 你怎么这么身为 所以有时候 你怎么能让女儿